在艷陽下 球友們打擊把握得分機會 二零一三年 藍陽杯全國青少棒 硬勢棒球錦標賽 九月十三日在宜蘭開大了 共有來自全國二十四支球隊 相互交勁 在花蓮的三名國中棒球隊 才剛成軍一年 球員都是原住民級 也來參與賽事 經過了三天的比賽 終於進入了十六強決賽 但在十六日的賽事中 對上了北市的重慶國中 逼到了第七局 仍以五比五平手 延長第八局突破僵局制的賽事 但是由於球隊新成立 球員的比賽經驗不足 心理的壓力無法調適 最後六比五輸了比賽 球隊目前就是 因為才剛成軍一年 然後對於那種決賽 或是說對到實力相當的球隊的那種 心理的那種 抗衡的能力 抗壓的能力 都還要再加強這個樣子 體力是不會啦 是太急了 只是想快點比賽結束這樣 只是想要贏 想要贏 可是太急了 藍陽杯全國青少棒已經舉辦了第十一屆 除了以球會友 主要還是讓青少棒的球員們 有比賽的經驗 增加臨場反應 比賽中有輸有贏 但都是一個成長的機會 重要的還是球員們從賽事中記取缺失 並加以改進來面對下一場的比賽 就怎麼樣 下一輪羅東 採訪報導